1、定位诊断,定位诊断是小脑,大脑皮质,依据是行走不稳,双侧纸笔试验前夹,定位于小脑,反应赤短,肢体抖动,定位于大脑皮质。 2、诊断依据,行走不稳,痴呆,激进了,脑电图提示,有周期性三向波八棒,脑脊业14年3月3日代白阳性。 3、鉴别诊断,一条本脑病,也可出现快速进行性肢呆,但多数有抗甲状线微粒体抗体明显升高,对激素敏感。 2、亚急性或慢性病毒性脑炎,熟麻疹或风疹病毒引起的脑炎,也可出现上述症状,但多见于儿童或青少年,儿时有麻疹或风疹的病史,老活检可见病毒包含其。 3、皮革病,中老年人多见,主要表现为人格改变,情感变化,行为异常,言语障碍出现早,晚期出现只能解退,影响学上见恶念也不对势萎缩,并理见皮革小体或皮革细胞。 4、科亚病诊断标准,SCJD的诊断标准有确诊,很可能,可能三种标准。 1、确诊SCJD患者脑或解发现海绵状变和不容性的软蛋白者。 2、很可能SCJD因以下五项中至少只有其中两项。 A、痴呆,B、小脑或视觉症状,C、椎体系或椎体外系症状,D、无动情肩末,1、肌震乱,2以下三项中至少具有其中一项。 A、脑电图厌周期性尖锐复合作,B、脑脊业以4年3月3日蛋白阳性病程,2年。 C、投入M2的DWI或FLAB相似结尾状和,科和高信号或者致上两个皮脊区域高信号定阶、涅液、枕线,3可能SCJD因以下五项中至少具有其中两项。 A、痴呆,B、小脑或视觉症状,C、椎体系或椎体外系症状,D、无动性肩末,1、肌震乱,2、病程,2年。 2003年乎的标准缺乏影像学的标准,而2009年ZE等提出的新标准加入影像学的标准,删除了肌震乱这项临床症状标准。 5、脑脊业以4年3月3日蛋白阳性的意义是什么? 14年3月3日蛋白是高度糖化磷酸丝氨酸粘合蛋白,是一种在神经或非神经组织中,表达的正常细胞蛋白。 其肌门一共体被认为对神经组织有特异性,脑组织中大量神经元破坏,导致14年3月3日蛋白是保持脑脊液,可作为临床诊断C者可疑患者的特异性客观指标。 如14年3月3日蛋白,把维克梅艾尔可作为诊断C者的依据,在脑促中,病毒性脑炎,副肿瘤综合症,多发性硬化,等也可出现阳性现象。 6、脑电图鉴周期性尖锐复合波即可诊断为SCJD。 脑电图鉴背景活动为曼波,其中间周期性发放的尖锐复合,波是SCJD的诊断标准之一。 在脑电图鉴周期性尖锐复合波也可鉴于肝性脑病,病毒性脑炎等。 故脑电图鉴周期性尖锐复合波并非是SCJD特异性指标。 7、C者是否与病毒感染?它如何发病?如何传播? C者是否与病毒感染引起?它是有一种具有传染性的,对病毒冷软蛋白PRPSC或PRPCJD引起的。 C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,一向化道传播,使用幻风牛病的牛肉、牛制品, 由一脑、疾散、眼球和内脑位肾、二因人性感染、神经外科手术、外伤、白牙手术等、器官移植、鼠脚膜移植、硬脑膜移植等。 使用牛排排、牛骨胶和牛血清等支撑的药品和医疗用品,如各种胶囊、缝鲜等、三其他途径、血液、淋巴等。 8.C者的影像学有哪些特征性改变? 头颅鱼是广泛皮质萎缩,体价全出现整区皮质高性号而无整翼萎缩。 双侧及底结区对称性高性号,半清度皮质萎缩为FCJD的特征,但也可表现为显著不对称性,很少波及仓白球。 无增强,新发变异型C者的头颅鱼位上可见双侧修脑整称性高性号。 9.主要检查,一脑几页依次年3月3日,抽蛋半、脑电图、头颅鲁脑活剪。 脑电图的周期性波动在3个月后出现,晚期可消失。 顾怀疑CJD只在早中期,因两周复查一次脑电图,直至出现周期性波动。 头颅鲁病件,EDIWI和FLAM相迷感性高,但病情危重是异常性号反而容易消失。 顾应定期复查头颅鲁,建议每个月复查一次。 实际,目前肝病无明确有效的方法,有研究报道抗热药、奎德克林、抗生素、强力酶素等和阻止PC向PRPSC转化,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。 但证据不充分,又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其有效性。 大多数人在一到两年内死亡,关键在于预防发病。 预防的主要措施包括,一避免使用患有风牛病的牛制品,二避免医员性感染。 对软蛋白病患者的用具及肤料等应采取一次性材料,材料应焚烧消毒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